自今年初,香港与内地恢复全面通关以来,两地人员往来日益密切,香港民众北上消费热情不断升温。 据香港入境事务处数据显示,今年7月,前往内地的港人已超468万人次,远超同期内地法港旅客人次。 日前,中心社记者在深圳福田口岸走访时看到,口岸外人潮西攘,不少香港市民北上来生休闲娱乐。 香港市民旅女士告诉记者,通关后自己就常来深圳休闲购物,最多时一周会来三次。 距离福田口岸不远处的快递店也是人头永永,不时又刚出口岸的香港民众,拎着大包小包前来起见。 位于深圳福田区的黄庭广场,距离口岸仅两站地铁之遥,是不少港人就近的热门消费地。 餐厂其中来自全国各地的特色美食是港人的首选,而当地特有的网红糕点、茶饮,也已成为港人北上人手一份的代购标配。 我陪朋友上来逛街吃东西,吃北京烤鸭那些,比起几年前分别很大,很多东西都很先进,很多东西都比香港好。 吃东西买东西,很多东西我都喜欢吃,比香港便宜,但其中一东西的特色都很多。 商场中的一家香菜馆的员工对记者表示,连远来,不少香港民众北上来店用餐。 有香港市民对记者表示,与前几年相比,明显感到如今的深圳消费业态更为多元,场景更为丰富,选择也更多样。 不少购物中心能一站式地满足一家人的消费需求。 走访中,记者从口岸附近商区的一家影院了解到,得益于数月来陆续推出的港车北上等系列举措,前来影院观影的香港观众数量逐渐增多。 我们电影院离口岸也比较近,也比较多的香港朋友过来这边观影,然后我们排期也比较多的。 就感受到这个氛围是特别的好,然后特别是节假日啊,周末日啊,非常多的那个香港朋友过来我们这边观影,然后进行游玩。 也开放了那个港车北上那边的政策,然后过来深圳这边游玩也是比较方便的。 当天就能返回香港。 从香港特区政府推出的港车北上政策安排,到深圳日前公布的18项陆路口岸优化措施。 近年以来,香港和大湾区内地城市不断推出便利举措,为港人北上这场说走就走的消费之旅提值增效。 以为推动两地民众交流互通,相知相亲走出重要一步。